英国脱欧陷入僵局 首相美伊成为众矢之地 就在美伊忙得交头烂额之际 百万英国民众星期六走上街头示威 要求政府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 百万留欧大军从伦敦各大主要街头 缓缓走向国会大厦 示威者高举着停止脱欧 交给人民决定 停止这场混乱等等大字报 以行动表达他们想要留在欧盟的立场和意愿 希望政府听从民意 通过第二次公投扭转脱欧局势 英国星期日《泰晤士报》引述消息指 美伊被内阁成员逼宫 有11名内阁成员希望美伊辞职 那更有人说美伊会在10天内下台 由副手李达德出任临时首相一职 不过这项说法还没有得到证实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